古籍文献记录着中华浩瀚辉煌的文明 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近年来 中国加大古籍保护力多 但因岁月侵蚀带来的各种损害 亟待保护的古籍数量过大 古籍保护仍存在修复赶不上老化的速度难题 近日 记者来到辽宁省图书馆内的国家级古籍保护中心 看到三四名修复师 正对一页页残破不全的古籍进行精心修复 用双手小心翼翼地复原出残卷中的文明记忆 急迫性就是有的续化的 就是已经拎不起来了 一拎就是要就是全部碎掉了 或者是你一个深呼吸 它都能飞了那种 就是这种就是不能晒 不能不休已经不行了 这在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文古籍就消失残尽了 也跟时间晒跑 明清之以后基本上大部分都用竹子刷印的 这个酸化催化的比较严重 在南方尤其最后潮湿 这个书籍生虫啊 没变的这种状况也比较普遍 加之现在古籍保护人员 尤其古籍修复师 这个人员是不是很多的 这样造成的修复工作呢 这个非常困难 辽宁省图书馆是国家首批 重年古籍保护单位 馆藏古籍文献61万余册 目前仅有八名古籍修复师 据介绍一名较为成熟的修复师 每年平均可以修100册左右 古籍修复速度远远赶不上古籍折损老化的速度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张志青介绍 目前中国有一千多万册古籍几带保护 但目前从事古籍修复的人员 全中国仅一千余人 据介绍2007年中国提出大力实施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后 已有2000万册古籍得到保护 300多万页古籍被抢救性修复 目前古籍修复人员从2007年的不足100人 发展到现在的1000余人 古籍修复记忆得到传承的同时 科技手段已经融入到古籍修复当中 需要在各个高等医院校里面建立古籍保护的专业 通过专业培养来让高水平的古籍保护人才能够脱颖而出 已经达到了1000人的样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